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 见会的强强对决 关键方是珍宝阁 对待方是紫禁城 那珍宝这边上的 还是那一套 女儿盘斯宙师加神木的一个 现在比较主流的一套 这种吧 开了一把鸟阵 那对待方上的是传统的 大纲神灵的女儿国镖 开了一把银阵 被关键方鸟阵小克的5% 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谁能拿下 那宝格这边也是 使用了一个女儿寸 来配合周氏普多的阵容 放弃了之前用的一个武装了 确实是我 我个人感觉还是 这套阵容配一个医素 打起来会更舒服 当然这场比赛 观众朋友没有抢到医素 没有抢到医素的话 没有抢到医素也可以啊 没有抢到医素 那就把对面医素给点了呗 鸟头位啊 是要比对面 阴阵的速度位 多了5%的速度加成嘛 当然女儿村 上女儿村 你是有抢医素的资本啊 上武装冠 你连这个资本也没有 虽然宝格啊 他的速度零食 全服第一 因为爆满了嘛 他是满属性的速度零食啊 那不可能比那高了 但是也仅仅是啊 也仅仅是宝格的武装 也是仅仅是有的时候 和别人家的女儿 可以抢到这个医素 那个概率还是蛮小的 所以上个女儿村更稳一些啊 但没想到女儿村还是没抢到 那就是抗性加的还是比较的足 大家也都知道 他们现在这些风系的抗性 一般都不低的 在抢速度的同时 还有考虑一个抗性的问题 确实是不容易啊 确实是不容易 横扫千军 队长方来点杀 观众方这边的神木 经济武单抽 神木倒地 但没有小索王的话 好像也无所谓啊 也无所谓 观众方咒识不到 紧不住套一套 下一步就可以开始点杀了 没医素 我肯定是还是想要 压制医素 有医素的话 优先压制大方 这也是宝格 一直见会就这么打 他就习惯性这么打 在效力藏闹 观众方 也是一把效力藏闹 开始控制愤怒了 不想给对面过多的一个 精轻的机会 这套这种玩的 还是一个效力藏闹 四千四 起个纸 四月生香 认了一个落花 你紧过之后再套一套 你没有 没有普陀山 没有那个盘斯不行的 盘斯这个胀气 以及他的这个静疗 对于宙师普陀 来说是很关键的 这两个组合搭配起来 压制性那就更强 一个恶暴 那对面 鸟儿村被压到在地 对两方相当的 还不太好偷酒 头上有个紧过之后 他得一拉一挤 就卡一个酒转 还得解掉头上的紧过咒 然后 你女儿再偷一个酒 也就一回合要 需要三个药品 才能让女儿村 偷出这个酒 确实是有些太费药了 接着 国标打这套这种 确实不好打 就看节奏怎么样 节奏好的话 国标打起来可能 也会比较的流畅 你一旦节奏不对了 被关键方是 率先压制了以后 那国标很难去恢复过来 对家方就是开场 已经点了 关键方神木 但是这个小嫂没挂中 这个比较可惜 小脸藏道 再给一手 还是继续空分 看看队长风 怎么拉起女儿村 拉起女儿 谁来给他享受一个回春 恶爆 守尸体 没打死 哎 不是 这不对啊 这给大唐卡了个回春 你得给女儿卡回春 哥哥 卡错人了吧 得给女儿村卡回春 这女儿村偷久才有用 那对面这白浪费两个腰啊 白浪费两个腰 浪费了个酒转 浪费了个回春 还浪费女儿村一个酒 白浪费三个腰 因为大唐那个回春 虽然解掉了 等于我给你掏上了 那怪兆风这边又来针对 对兆风的沈墓了 这大唐不管的吗 善爆 善爆 一千切 敌夫只能无奈地去赌一赌了 继续效力藏刀 紧箍之后接着挂 没想到打着打着 咒识普多又回来了 突然咒识普多这套阵容就这么火爆 于老现在也在玩 渠浮那边的咒识普多也到位了 大家都在玩 这回可以给女儿村卡上了回春 不过现在对面女儿村她没医术啊 关加坊直接换虚迷 关加坊这边女儿 人家有速度圈呀 对不对 换了这个虚迷以后 看看关加坊女儿村有没有医术啊 就看看关加坊女儿村 因为前面之前应该是一个神骂宝宝 你如果换掉那个神骂 换成虚迷以后 你不一定还有医术 再笑一下后排神木 刚才想压神木一波 所以给神木也是送了点愤怒 对面女儿村 金青又没放出来 那稍后女儿村站起来 她还得再补个宝宝 才能再偷九金青 所以还是非常的纠结 非常的难受啊 大唐这回也被压死了 这没得玩了 关加坊女儿村变成二速 在把那个神骂宝宝换成虚迷以后 关加坊女儿村已经是二速了 但是对面她不知道呀 对战坊女儿村 你不知道关加坊女儿村现在是二速 因为咱们是站的上帝视角 又打开了状态栏 看得比较清晰 但对面她不知道 当对战坊拉起 所以她肯定还是优先 来补一个神骂宝宝的 这样的更加稳妥 宝哥也通过这种方式 也算延缓下来对战坊 对战坊金青或者是慈航的一个节奏 对战坊捕出了一个神骂宝宝 禁疗给上 紧箱咒一套 继续压女儿 刚才说过 一旦女儿村头上被套上紧箱咒以后 她就比较纠结了 一拉 也解 还得卡个回春 对面现在更 对面有禁疗的时候 是卡不上回春的 她还得先卡一个五龙丹 把这个禁疗解掉 她才能卡上回春 就更复杂了 就现在就更复杂了 就拉起女儿村 一个九转 对面什么哪去了 消失了 消失了什么里 拉起女儿村一个九转 再给女儿村卡个五龙 再给女儿村卡个回春 女儿村自己再偷一个九 也就对面女儿村想偷九 现在得四个腰 得四个腰进行一个操作 过于难受 仅仅打了十分钟 紫箱城那边就扛不住了 比赛就这么结束了 拜拜